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有很长的心脏病史 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只有37岁 在此后的30多年里 他又经历了4次心脏病发作 由于切尼的心脏病情严重 医生在大约两年前为他安装了人工心脏泵 去年他曾经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展示过这个装置 大约一年多前 我的心脏衰竭状况已经是晚末期 我的心脏已经不能泵足够的血液 来供应肾脏和肝脏等器官 塞莫尔纳扎医生负责管理 华盛顿医院中心的心脏移植手术 他说有好几个因素帮助医生决定 谁符合心脏移植条件 我们会全面检查患者 所有其他器官系统的情况 如果其他器官是健康的 那么医生再来看其他的因素 如果其他器官是健康的 那么医生再来看其他的因素 我们要知道病人配合治疗情况如何 他们所得到的社会支持状况如何 他们是否定期服用药物 是否遵照医嘱形式 这些因素在心脏移植手术当中非常关键 前副总统切尼今年71岁 他是接受心脏移植年龄最大的病人之一 年龄是一个因素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纳扎医生说 数字显示65岁左右年纪比较大的患者 在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后的状况都不错 大约75%的病人在手术后存活5年 几乎有一半的病人在手术后存活10年 如果年龄较大 病人的其他脏器功能良好 医生会将生理年龄作为比实际年龄 更重要的考量因素 器官互相联网 管理美国政府的全部器官移植系统 这个组织的报告说 接受捐赠心脏的病人年龄 在过去的20年里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